狗 我道歉 孙子 实在是对不起 我不应该那么说你 对不起 魏紫阳啊 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 二话不说 对着乔景文就是一阵道歉 就冲着这一份真诚 乔景文也就白手 原谅了这臭小子 吃饭吧 沈渊站在一旁 一句话都没说 对自家儿子今天的表现相当的满意 既然已经知错了 就不必揪着不放 人到家 无论如何 都是要留一顿饭的 这是他们沈家的规矩 来 我爹做的菜呢 虽然没有我娘做的好吃 可怎么来说 还是不错的 你们来尝一尝 男孩子只要说开了 很快就会玩到一起 此时两个人就好像没有嫌隙一般 有说有笑的 好吃 一具腊鱼已经征服了这小鬼 要不是在人家家里做客 说不定真的会忍不住上手去抓 来 儿子 吃 今天的乔景文可是相当的幸福啊 没想到自己的形象在他心里是那么好 这段时间真是没有白疼他们 谢谢娘亲 沈之书想到刚才说的话 脸不自觉红了起来 自己刚才也不知怎么了 竟然会说出那么肉麻的话 愁死了 愁死了 好 我送你回去 也怪我没想好 直接把你带回来 这个时候 你爹娘该着急了 吃完饭 小景文惊恐地发现 天都黑了 这魏家家长还不得急死啊 不会的 他们不会担心的